Hello 先生小姐 歡迎你 我是Ilo 現在正在玩的 不是Europa University 4 現在是接替Civilization 5的時段 C2就好了 Cruisader Kings 2 大家可以看到 Logo在這裡 Cruisader Kings 2 聖戰之王 那他們 網上的人譯就好像叫十字軍之王 但其實我覺得 這遊戲根本是除了十字軍之外 其他都很多不同的宗教都有影響 那這個 所以就決定叫他聖戰 那因為 都是一個宗教和一個宗教互片 互相detail holy war 那 所以聖戰我覺得比較合襯 那Anyway 那這遊戲的遊戲 就是跟 Europa University差不多 都是大戰略遊戲 大戰略遊戲 那 那 下一個你看到的地圖 就在很立體下 都跟 那位置是跟 Europa University 4一樣 都是看著歐洲的 但相對來說 整個地圖就沒有它那麼大 那一個 去到最新的Patch之後 加上新的DLC Rajers of India之後 是去到印度的 那很多地方其實都沒有的 那 那 不要說西邊那裡是新大陸 那另外 那 我記得是西藏那些都沒有的 那 那 另外當然 泰國啊 馬來西亞那些都沒有的 那 好啦 事不宜遲 那這遊戲跟U4最大分別是什麼呢 那 首先 時間不同 時間 最早的開始 The Old Gods 是一個 仍然是 非常之多宗教衝突的時段 那是舊的North Region 一個 一個 一個北歐神話 一個 一個 他們所信奉的北歐的各個神 奧丁 托耶 那些不同的神 那也是以戰鬥為主的 那他們是會 比較 著重於這個搶掠 去 砍人 砍人 殺人 那些 那另外有這些基督教 那些東正教 那去到 那先看 那先看 最主要 按這個region 那有很多不同的region 那 因為這遊戲來說region 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來的 那包括是一個 呃 Roman Catholic 那他們可以declare 這個Cruzade 那去搶回他們的聖地 那 那 Orthodox 那也可以declare他們的Holy War 那當然下面有他們的 那 不同的 伊斯蘭教的 這個 不同的分支 Soonie Soonia Soonia 那 然後 Solestrian Solestrian 那是波斯為崇拜的一個 這個 他拜什麼 好像是拜天 不是 Tangree才拜天的 Solestrian 寫一時間應該有拜什麼 不過總之就是 波斯的一個宗教 那之後 它到這裏 印度,有佛教,Gian,Hindul,印度教 Gian我忘記什麼,都是類似的 三個宗教,打完一球都差不多 上面一道北歐的宗教,North,Selfric,Rumanoff,Sulmanusco 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也是基本上很主要的元素 所以整個遊戲基本上是Cruisader Kings,跟聖戰很有關係 開始的時間不同 687年之後我記得是跟其他有些不同 跟U4有些不同 687之後我記得一按就推進就推到 一按就推到1666年 Stanford Bridge Stanford Bridge是一個 William the Conqueror 他是一個洛曼帝的公爵 他會聚集很多兵去搶英格蘭的皇室 同時之間在羅威那邊有一個Harrad King Harald Hadred Harrad Hadred 他同時之間對英國的皇座有興趣 亦發動他的入侵戰 英國的狠狗仔 Harrad Hadred Godlinson Harrad Hadr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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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Duke William the Buster 也有一個教廷的支持去入侵戰 到底誰會統治Abalon呢? 一個玩樂知的 玩不同的人都有機會 另外這遊戲最特別的一件事就是 跟妖夫不同 不是玩一個國家,是玩一個人的 每個人有不同的職位 最低玩不到的就叫做白雀 不是白雀,藍雀 管一個城,管一個城市,管一個城堡 向上,再高一點就叫做 按一下,來按一下,這裏 按一下,銀色的圈圈,這些就是白雀 管一個領地,一個province 再上一點,有個藍色圈圈,有些屍體 叫公雀,公雀就再大一點 他每個大概三至四個province 或者county,加起來就叫Dutchy Dutchy就是公國 county就叫一個...中文不記得 有些類似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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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Holy Roman Empire 一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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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兩個皇帝 這個遊戲只有2個皇帝 一個Bicentium Empire 一個是Holly Roman Empire 東羅馬帝國 和神聖羅馬帝國 比較大一點 但其實不是很灰的 一定要打了他們才能成為皇帝 其實如果玩法國的話 會有些皇帝 可以拿到這麼上地的時候 就可以形成不同的帝國 例如法國 拿到這麼上地之後 有一個叫Francia 就是一個法蘭西帝國 這些都是不存在於史實的帝國 另外英國也有一個叫Britania 一個不利丁帝國 基本上都是不存在的帝國 Skandavia Roman Empire 不是Russian Empire 很多不同的地方 也有波斯王國 很多跟著不同地緣的地方 也有不同的帝國 所以基本上這遊戲的玩法 都... 如果你玩到U4的話 玩到這裡會非常之不同 因為你不可以隨便亂打仗 每個地方打仗的Russi也不同 不過相同的地方就是要有Claim 要有Casperry 你有開戰的理由 才可以跟人打仗 另外 不打仗也可以拿到領地 因為是玩一個人的關係 這個人可能會... 這個已經打眼仗了 Goblinson 這個人可能會有些兒子女女在 你的兒子女女可能... 你是King of England 你的王子和法國公主結婚 公主結婚之後可能有些繼位的問題 可能本來的公主是上面有三個兄弟 有三個哥哥的 誰知道那三個哥哥出了以外死了 那麼就變了... 你兒子的老婆... 你的媳婦就成為了這個國家的法國的繼任人 然後... 你兩個... 你的王子和你的媳婦生出來的兒子 就會成為兩個國家的繼承人 當他們... 當他們成長了 而後面這兩條死了之後 他就會順利地繼承這個位置 你看到紅色... 一瞬間就全部變成紅色 當然... 有些就... 不會這麼大的範圍 到通常很難比較是這樣可以繼承這個王位 不過... 總會有方法的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可能有幾個人在前面排隊幫他計位 但誰知道前面那些... 碰碰碰的被人打倒了 那你就... 不小心... 冷手汁我二千堆 好啦... 那... 詳細遊戲怎樣玩呢 一邊玩的時候一邊說 那... 今次我就會玩 你看一下這個地方 呃... 愛爾蘭 那... 跟U4非常不一樣 U4的愛爾蘭 除了... 形狀比較圓少少 沒有那麼牙差... 岩蠶之外呢 那... 也是... 一個... 運數也是差很遠的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十三個地方 那... 現在這個地方好像是... 全部都分開了 雖然你看到都是綠色 但其實是分開了很多不同的人的地方 那... 那... 呃... 愛爾蘭在這個遊戲裡 也有個稱號叫Newbie Island 那... 因為它一來是小 一來... 一來是小得來 但也有任常的位置 另外它上面的勢力呢 個個都是... 選開了一個兩個... 一個起兩個子而已 不會說突然之間 有個特別大的勢力在那裡 那... 那... 一瞬間就吞掉其他地方 那你也可以讓你慢慢練習一下 遊戲是怎樣玩 那...所以我都在... 這個... Newbie Island 那開始了 那... 這個地方了 Dumbling Corner 剛才... 那我... 其實時間選過了 那我選過... 那我選過... One County Province 那...可能... 選... 選... 那我選... 那我選... 原來是Dutchy來的 那我選... 他是... 看一下... Count... Dutchy... 欸... 那個是Dutchy 但他事實上也比較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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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za啦... 不如就... 那... 有海... 也有... 連接著呢... 雖然有個比較大小小的 但是... 其實多一個而已 那... 也都... 不會說是... 差太遠 那... 那... 然後呢... 我又是... 這裡這遊戲已經出了七個大的DLC了 那...有一個... Swarwislam 本身就是... 這遊戲衰在呢 就是非常搶錢的 他本身就只給你玩天主教 和一個東正教的國家而已 那其他地方是不給你玩的 那... 有一個Swarwislam之後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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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azity of Rome 那... 那... 是主要是針對白尖廷帝國的 那麼... 那... 讓你可以重新建立一個... 重新建立羅馬帝國 那... 那... 而... Sunset Invasion 這比較低音一點點 那呢... 那是... 話說他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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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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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些船隊呢 那那... 那都是一些 應該是比較落後的一些西方的新大陸國家 但是他們成功在你們歐洲人來到他們的地方之前 成功到你們的地方先 玩起來都突然之間會有一群人在西邊的岸登錄的 都幾刺激一下 但有時候都幾得能一下 這遊戲除了是一個 kingdom之外 正常的一個封建制度的君主之外 另外有一些叫republic的東西 共和國 其實都是以merchant republic為主的 他們可以在周圍建立他們的貿易站來賺錢 另外也可以打人來擴展他們的勢力 你看到威尼斯 另外一個是genoa 這些都是一些republic的 接著去到這個the old gods the old gods就是將時間推前到867年 那時候那些舊的神神佛佛仍然存在 也是間小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勢力都拆散了很多 不會像現在這樣一大舊Holy Roman Empire 但相對地下面這個biscentrine Empire 都還是在強勢中的 雖然未至於現在的最強勢地步 但也很強的 另外Sons of Abraham 是關於這個 叫做Abrahamic faith 天主教 東正教 伊斯蘭教 還有一個猶太教 其實他們的教的一個... 他們其實都是可以相信同一個神的 雖然說他們所謂的上帝 他們的珍珠 但其實他們在拜的神都是同一個 跟他們的引經據典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在伊斯蘭教 他們也有先知 有他們的人 耶穌也是伊斯蘭教 變成一個重要的人 都算是重要的人 不過他其實不是所謂的救世主 不是神的兒子 是一個先知 所以其實研究下去之後 發現宗教也是一堆差不多的東西 那... 那... 那這裡講完這麼多的DLC 和各位笑國 差不多的東西 那我們直接開播了 那... 那... 那這個遊戲的... 開播音chemin的音樂呢 也是非常之... 激昂的 那... 那... 不知是喜歡U4還是這隻呢 那我覺得這隻也不差的 那... 簡單來說一點點 這裡就是普通的地圖 這裡就是你的領地 現在比較難分一點 Family Tree Dajor Kingdom Dajor Kingdom 一按選擇是不同的地方 會有不同的王國 可以選擇 阿拉綱 愛爾蘭 蘇格蘭 英倫 法國 阿克蘭 很多不同的國家 只要你霸佔大約八成的地圖 就可以成為王國 職位也有一個低微的公雀 一躍而升成為一個白雀 有一個公雀 成為一個王國王 再按上去 這個就是Empire Dajor Empire 有一個Britannia Scandavia Russian Russian Tartarian Karpathia 很多不同的帝國 身為一個帝國 這個遊戲的所有的帝屬關係 就是要看回你的身份 如果你是一個皇帝的話 你可以身為國王的手下 但如果你是國王的話 當然不可以有皇帝的手下 你可以有一個公雀的手下 有一個白雀的手下 而這個... 這個遊戲有很多不同的資源 有一個貨幣 錢 這些大家都應該知道是什麼 Prestige 跟U4不同的地方 Prestige 是一路升下去 不會去到100 每個月會加 你做不同的事情都會加 去到高的時候 別人對你的好感度也會提升 另外也是計分 最後你的遊戲是多少分 Prestige Prestige 就是你信仰的信仰心 很多不同的行動 總之跟宗教關的行動 就要用Prestige 然後 Demise Size 就是你一個人 最多可以控制到幾個領地 其實你可以控制無限的領地 都可以 控制全部領地 但相對來說 人們會覺得你拿著太多地 你這樣是不對的 你應該分地出來給其他人 就會開始討厭你 會扣別人的 opinion 另外你的營運 這些領地的能力都低了 如果太多的話 然後Rain Size 總共整個國家 整個國家 在你的人 國家有多少塊地 你已經有一個 Earle Mercule of Linsa Diamat Diamat 好像是 Diamat of Linsa 這些字太小 很難看 另外 這是一個主要地方 它本身一個1字 後面有3字 是說 這一格地方 它說的是一個棍子 後面還有幾個地方 總共有3個 你會看到後面有3個 下面是Bishop Bishop Bishop下面就是 Bishop of Linsa 教神殿 聖殿等地方 是給中間的士去管理的 另外是City City 是給市長去管理 City會收入更多 你會看到Base Tax是20多 這個城堡 城堡通常就是封建君主所控制的 你會看到收入是撐很遠的 兵力就是多很多 這裡是700多 這裡是400多 這裡是300多 聖殿就是在中間的位置 收入和兵力都比較 在中間位置 看看我們可以建什麼 這裡很貴 你會看到全部都是 另外所需要的時間也很高 所以很久 這些不同的地方 和腰不同的地方 又是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 你的兵不是長駐的 你們在中世紀時代 還沒有真正的Standing Army 最多也有些屍軍 整個國家的軍隊 都說你想打仗的時候 就先把他們打仗 然後才把他們打仗 一般來說 他們都是一個耕田 所以會有一個Navy 你可以動員到多少人 看看不同的地方 他們也有不同的動員數 他們有800話 也有多少人 我們另外有很大的Council 我們的內閣 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不過留下集再說 因為已經夠時間了 好 今集多謝收看 希望你會喜歡這個系列 除了EU4之外 另一隻Paradox Grand Strategy Game 可以多點看 因為遊戲的玩法基本上都不同 是比較多的陰謀 Backstep 還有愛情 那些愛情動作片 你可能慢慢會不停的 撕出孩子 我發覺 我老婆真厲害 三十多歲 不停撕出孩子 哇 西非利 Anyway 多謝收看 下集再見 拜拜